权威爆赚即上股 从用心研究,专注细节开始 执着涨幅高度,在乎效率配置 确保获利报酬,稳稳放大 下半年,新的挑战 下一档50%以上的波段即上股 7月20日,线上讲座大公开 预约2024下半年,风赚名额 立即加LINE ATSAK888,小老鼠STOCK888 立刻报名,或来电02-2581-9090 赶紧卡位 王安你好,欢迎收看股市权威 我是曾伟,台北股市 今天受到了外资压低结算的影响 尾盘收点227点,收在23769点 成交量5423亿元 键盘是如何分析 向威,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是永城国际投顾的陈威良分析师 陈威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大家好 台北上的观察,先来请教魏亮老师 千万向前冲,理财放轻松 跟着股市权威,来看台股今天的重点 台指的结算日,碰到川普一句话 今天指数下沙 那这样子的一个压回会持续吗 那么台积电的法说会 在明天登场之后 能不能救起台股呢 甚至冲破前高 相关个股部分呢 今天有好消息 因为我们今天呢 总共收下了五灯奖 五档股票都亮灯涨停板 陈明电跟另外一档个股呢 最近都很猛 两天都是两根涨停板 不过对空手的朋友来说 你要考虑的是呢 上面的空间,下面的风险 这个时候你该先买谁 外资看好载板三雄 不过呢,认为是两好一坏 谁好,谁又是坏呢 星星跟景硕 未来的投资潜力该怎么评估 来EKY搭上这一波的奥运商机跟题材 有没有机会风流再起 冲破前高 第一届的艺术 我们从台积电相关供应链 这一波的整理跟拉回来谈一谈 今天呢,当中有一档个股 压不住了亮灯涨停 康权今天是解禁的出关日 结果呢,却下沙吞了跌停板 这里是洗盘还是出货 待会呢,深入的教学分享 那所有重要的内容、产业、个股 都只要锁定股市权威 一个节目就够了 大家每天的节目时间 那么紧凑、那么忙碌 其实真的不用到处看 你想想看呢 在57东森财经台 谁的节目点阅率收视率最高 当然就是股市权威 数字会说话 所以请记得 大家一定要订阅、按赞、转、分享 好,今天大盘刚好呢 是碰到了这个旗子的结算日 所以有一些震荡拉回 尾盘呢,的确是相对压低作收 可是我常给大家一个概念 今天再强调一次 现在是2万多点 所以你不要动不动跟我说 跌200多点叫做大跌 没有嘛,请看%数 跌幅根本不到1% 这个叫大跌吗 尤其是我们要对应的是 前一段时间 外资的空谈一直增加 还超过4万口 那现在当然也回补了一些 魏杨老师不就是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讲吗 外资的4万口 基本上就是避险策略为主 它不是看坏后市 它也没有纯心要把台股踹下去 即便是今天有利空 而且台子旗结算 其实跌幅不到1% 你觉得台股像是那种 崩盘前的前奏吗 一点都不像 那所谓的利空呢 川普受访的时候就提到 台湾很有钱 而且把整个半导体晶片业 整个半导体太强了 就台湾的半导体太强了 他其实看了有点眼红了 那川普一直都是这样的 强人性格 也是疯人谈话 萧萧的 所以当然他就说 台湾应该要交保护费给美国 其实这个大家听听 看看就算了 所以基本上 你如果认真去看 昨天美国股市的结构 这个可能你去一直去万卫说 川普讲了什么话更有意义 怎么说 昨天美国股市 大家最熟悉的 最关注的 通常是所谓的 挥达在内的科技趋雄 不过以科技趋雄为主要影响的 像S&P500 纳斯达克 或者费城半导体指数 昨天并没有创下新高 但是创新高的指数是 稻穷指数 稻穷指数是以传统产业为主 这透露出什么 美股现在的轮动架构里面 科技股尤其是大型的科技股 有一点休息 但先不要担心 我意思并不是他们转空 只是休息 但休息多头没有结束 因为换传统产业补涨了 这个反而是一个良性健康的长多 所需要的内容 另外我教过大家 我独家教过大家 你们比较少观察的是什么 罗素2000指数 2000档的中小型个股 而昨天是狂涨超过3% 你们应该没有发现 所以这就是魏杨老师用功的地方 代表什么呢 科技七雄 Big Seven巨头在休息 可是小型股活蹦乱跳 如果你把这个焦点放到台湾来聚焦 不是不谋而合吗 今天大盘跌了 跌了200多点 可是我们所掌握的 布局的 操作的 分享的 总共五档股票 亮灯涨点板 我并不是在炫耀 但是事实就是事实 要让各位知道 因此如果你看了我节目 好一段时间了 你一直在印证 魏杨老师的诚信 专业经验能力 我相信这个礼拜对你来说 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会在星期六 我会在星期六 跟大家进行一场 免费的线上演讲 所谓的线上演讲 不限时间 不限地理位置 如果你这个周末跟家人 去住饭店了 去墾丁晒太阳了 去民宿 烤肉了 都没关系 甚至你正在搭火车 搭高铁也没关系 只要有手机 有网络的连结 就可以了 这场活动 大概会进行一个小时左右 我会把 所有关于下半年的重点 浓缩再浓缩 把魏杨老师 很想要跟各位分享的精华 都在这个演讲会当中呈现 包括下半年的景气 变速 风险 降息 总统大选 产业 GB200 半导体 这些我都会去分享到 当然纸跟笔要准备好 因为你要抄的是什么 我也知道 所以准备好这次的演讲 一定会让各位收获满满 不过要报名 请记得要加入LINE 加入LINE 完成线上表单的填写 而且你要留下正确 可以联络到你本人的资料 因为既然是线上演讲 我们一定是要传这个 网络的连结给你 如果联络不到你 那就没办法给你 这个当时你要参与的 演讲的连结活动 好 我们今天赶快 废话不多说 来看一下3013陈明电 今天亮灯涨停板了 陈明电这一次公告了 6月份的字节EPS 数字非常的抢眼 单月赚了0.38 跟去年同期相比 成长了207% 除此之外 为了让各位更有感觉 我们直接来比较一下 陈明电今年第一季 一到三个月赚了0.39 现在6月份一个月就赚了0.38 所以等于一个月快要赚相当于1季的水准 再加上先前也有公告4月 所以我们把1 2 3 4跟6月 这5个月加起来 总共已经赚了1.03元 非常接近去年全年12个月的获利了 所以它的确开始浮现了转机 这个转机就是来自于转型到 伺服器的整机组装厂 投信在这边也刚开始去做买进 当然法人的部分是给予一个 还蛮乐观的目标价 150元 这个是基于2025年 EPS会来到7.5元 大致上我认为 陈明电今年大概赚3块多 明年差不多可以再double 翻倍到7块半 所以如果你AI的供应链 是真的有业绩的来讲的话 20倍粉一笔不过分 所以看150元 当你实际上的业绩数字更强大 或者说更明确的跳针上来的时候 我认为PE都还可以再上修 但是回到短线上面来讲的话 包括过去的5天在内 今天陈明电又亮灯之后 等于是已经出现了4根涨停板了 所以不要过度追高 总的温养老师还是要保护大家 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要考虑 就是股价跟基本面之间关系 就是狗跟主人关系 如果股价跑太前面 那你还是要小心 因为小心股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认为长期 它还没走完有空间 但是短线上面 毕竟5天之内4根涨停板 跟5日线的乖离有点大 所以不鼓励大家 盲目在冲动追高了 反过来我们再看另外一档个股 今天也是涨停 而且跟陈明电一样 两天都是涨停板 昨天涨停今天再涨停 莫非这个就是所谓的大股东的 拉高解套行情要开始了吗 这档个股大股东的成本 就在画面中我所画的这一条红色线 距离大股东的成本当然还有空间 而且这个只是我们看好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还是一切要回归到基本面 否则大股东如果他是无稽之谈 他要如何拉高解套 话说回头 这一档股票因为目前我们还在持续的带领 新的朋友去做卡位布局 所以提前面请隆我可以适度分享 但是我必须有所保留 他所处的产业其实在疫情期间非常的不好 所以有一些相关的同业 有财务危机甚至破产 这个其实让存活下来的公司得到一个更好的机会 目前陆陆续续的接到一些新的订单 因为当然现在早就走出疫情了 所以其实很多国际的大厂都准备要去扩增 扩增这个订单就下到这一家公司来了 所以他现在的在手订单量非常多 创历史新高 这个多也给各位一个数字的概念 他现在的在手订单量足足是他去年全年营收的3.5倍 3.5倍 陆续从现在到明年都要任列入涨了 所以这个业绩要开始爆发 那股价如果让它进入到波段回升 各位看 其实它过往的股性是很凶很凶的 很凶的 所以如果说获利将来会改写历史新高 那各位想想看 这个高点有没有机会突破 所以不要说突破大股东的成本 那往这个地方来走 那个将是好几倍 好几倍的行情 那我比较一步一脚印 我们先看三层再拼五层 那长期呢 再来锁定翻倍的空间 好 那这两档股票 就是包括成名店跟X222 我这样分析完了 各位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空手 你要明天去赌一下成名店再去追他 还是你要跟着我逢低布局 这一档底部的股票 不妨思考一下 好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来EKY 那来EKY呢 之前有投资朋友询问说 老师你好像有一阵子 有几天没有提到他了 对 他挂牌以来 我是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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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 不过我说了嘛 节目就只有二十几分钟 各位你可以点菜 但我不一定出菜 好吗 因为如果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或者说公司没有呢 特别不一样的资讯 我不一定会讲 但是我有特别录了一集 来EKY的专题分享 完整的一整集 都在讲来EKY 你说你没看过 你说你不知道 我不是讲了吗 我放在我的个人YT频道 股市全会成为了 所以才提醒你 一定要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有兴趣的自己回头去看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EKY今天除息4.4元 所以前面为什么休息 很多个股除息前都会这样 那除息之后呢 就是另外一片天了 那我认为来EKY呢 今年赚13明年赚18块钱 那如果呢 比照同业的本益比 那其实运动相关的 20到26倍之间的本益比 那尤其来EKY又是呢 属于成长性特别强的 那本益比有没有机会 往这个区间的上缘 同业的上缘 26倍来做挑战 是有的 不过呢 当然长期的观点 跟短期的策略 有时候这个还是要呢 灵活的搭配运用 也就是说呢 你们一定会把我讲的18块 赚明年赚18块 乘以26倍本益比 来E的目标价 那现在呢 还有空间耶 今天这样子涨停 还有空间 你们可能就不计价的买入了 其实倒不是这样子 长期我们会有一个 规划的目标 但是呢 如果你是偏向呢 比较短线灵活进出 这个还是来自于 你对于筹码面的追踪 或者说技术面的判断等等 那这个部分 我就不去做赘述 那该讲的内容我都讲了 那至于说 你要怎么样操作 怎么样获利 买对节奏的话 这个你其实可以直接跟上我们的脚步 省时省力 那还有呢 讲到呢 神盾家族三剑客 如果你同样的 回头到网路上呢 去补课一下 听听我在前天 怎么跟各位讲的 我说呢 神盾呢 涨上来了 那他的位阶比较高 他领先 再来呢 则是心顶 那这个呢 比较的观点都是从技术面 过去这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来看 那我说位阶最低的 目前呢 是8054安国 各位看 如果你把这两天的K棒消掉 回到前天 他从底部拉第一根掌停的时候 是不是还没有过六月高 是不是还没有过四月高 这样比较 你们看得懂了吗 这样比较 所以我说 在神盾家族三剑客里面 安国的位阶最低 但其实安国的潜力是最雄厚的 因为神盾要转型IP嘛 那最重要的重点放在哪里 那个IP的领头 那个箭头在哪里 是安国为主 如果你真要说双箭头 当然是安国跟心顶 但是呢 这个箭头最主要的是在安国为主 所以基本面跟技术面 有时候就是这样子 环环相扣 它是有一定的一个连结程度的 所以安国呢 今天也掌停板了 那以上已经讲到什么 今天的四根掌停了 最后呢 第五颗灯在哪里呢 6640均华 半导体设备 台积电KOWAS供应链 这个你都听到不想再听了 但是呢 魏昂老师有没有雪中送炭 一单股票我们不要呢 涨上来呢 才在这边歌功颂德 他昨天没涨 他前天没涨 他上礼拜没有涨 但是魏昂老师 都有帮大家追踪 我还告诉你们呢 投信不离不弃 我还告诉你们 特别强调呢 如果你在呢 上礼拜 或这礼拜一 这礼拜二 去布局的话 你的成本 比投信的平均成本还低耶 投信往上买了之后 跌下来他也没卖 他甚至还加码 那你可以买的比投信还低 那军华呢 基本上今年呢 赚20块 明年赚35 乐观版本的话 可能往38到40块钱冲 那还是一样 如果我们对比 红素 它的EPS跟股价 那军华大概呢 获利能力是他的八成 那股价呢 那这个就请大家自己算看了 你用3E 3E 红素的股价打个八折 好啦 再让你保守一点 打个七折或七五折 那军华绝对是 相对便宜被低估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呢 整个半导体的商机 趋势爆发的时候 很多标的大家都很熟了 可是你只是不知道说 到底每一家公司 它的EPS有多少 那明年跟今年比起来 谁的成长动能爆发力比较强 因为你所需要的是买进 被低估的便宜的股票 而不是呢 人挤人去凑了闹 大家都知道COAS 大家都知道呢 半导体设备 旁边一大堆 可是有些股票 你买进之后呢 好像就很容易被套牢 被修理 有些股票甚至呢 跌下去之后 它就回不去了 因为有些是大户在炒作 市场在乱放消息 散户分辨不出来 所以你需要一个呢 能够真正帮助你的教练 导师 那魏杨老师 邀请各位呢 成为我一起投资股票的 最佳好伙伴 最佳战友 即便你还不是呢 正式成为股市权威的家族一份子 也没有关系 因为呢 这个周末 礼拜六 请大家呢 务必挪出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好 你想不想改变 你要不要改变 只要呢 从这一个小时开始 线上演讲 把下半年的市场 还有选股 一次呢 说清楚 那怎么样可以报名呢 请务必加入 欢迎回到股市权威 再把时间交给威梁老师 最近呢 载版三雄 真的是虎虎生风 那这里面呢 外之看好 两好一坏 那其中呢 两好包括呢 我们看一下 3189 锦硕 还有呢 3037 星星 那比较呢 没那么看好的 或许是很多散户 特别喜欢的 8046 南电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大概啦 十个散户 可能有八个 就喜欢呢 低档 那低档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还是要回归到呢 为什么同一个产业 同一个族群 有人已经呢 往前冲了 400米了 有人现在呢 才刚出发100公尺 这差别在哪里 其实说穿的 就是基本面的差异 那外之也是 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所谓的载版三雄 当然 整个产业都有机会呢 开始复苏 好 那我们先回归到跟各位讲 这一次呢 三雄里面 最强的是3189 景硕 但如果你看我节目也知道 我最喜欢 或者说我最认同的 是3037 星星 没关系 我就很坦白讲 即便星星这几天 包括今天 她的长势 就是输给了景硕 我还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这不是因为呢 我跟星星的八字 特别合合还是什么 我做股票没有情感的 是因为 星星的规模大 而且率先通过认证 打入GB200 所以她也会呢 在出货的时程上领先 跟业绩的贡献幅度上领先 那至于说呢 为什么景硕会好像呢 股价更强一点 是因为我觉得有点就是 surprise 市场没有想到 啊 景硕也通过认证了 之前完全没有消息 你看股价就懂了 你看这个股价的走势 这个价 这个量 看得懂吗 这市场根本没有想到 其实景硕会拿到 所以大家手上没有股票 没有部位就去抢了 那星星因为其实 有传了一段时间 所以呢 这边高高低低 高高低低 比较磨人一点 那因为我做股票是比较呢 采取趋势跟破断的角度 那但是 当然你说短线上面 最强的是景硕 没有错 所以如果你喜欢做短的人 你要拼短线 隔日冲当冲 那我跟你讲 就是景硕 景硕 这是没错 那反而不要掉入那个迷思说 那景硕跟星星都好高了 那我可不可以买 右下角最谷底的 南店来做落后补涨 拜托 宰版都整个才刚开始 你现在才一开始 就在想落后补涨 那真的是财富会越拉越远 这个时候根本还不要去想 所谓的落后补涨 好了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光通讯的部分 那这边呢 联军 股价呢 应该有机会 随着投信的任养买超 随时会去突破前波高点 今年有机会赚到八块钱左右 好 再来呢 可以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 今天出关的8089康全电讯 好 那今天呢 他盘中 看起来呢 真的是还蛮惊悚的 下沙碰到跌停板 收盘还是接近跌停附近 那是这样子 他前面呢 被20分钟分盘处置 那在关禁币的期间呢 股价是创下历史新高 可是 获利了结的卖压 一直都呢 没有办法适度的宣洩出来 因为呢 20分钟要圈存 所以直到今天解禁之后呢 出关之后 下沙 顺便让他呢 沙个彻底 破一下月均线 那这样比较能够达到呢 筹码沉淀 洗盘换手的作用 那我们还是回归到来看 他4月赚1.05 5月赚1.67 那下半年以后呢 都会更好 所以呢 今年全年度 赚8到10块钱 大概没有什么悬念 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呢 获利达到10块钱一个股本 股价今天下压 甚至来到120以下 不到12倍的本益比 你说 你要看到技术面的下杀 跟着杀出人踩人 还是呢 你要冷静的 想想 资金配置上面 这边可不可以减一点部位 买进一点持股 这个就留给呢 各位投资朋友 自己去理性 冷静的思考 当然投资没有绝对的对错 那呢 操作也不会是百分之百 但是呢 理财一定要先理心 我们除了要先弄清楚 下半年 股市真的还能够像这样子 24000 25000 26000 不断地涨上去 真的是一路看回不回 晴空万里吗 还是有没有几片乌云 有可能飘来 什么风险跟变数 我们要小心 你关心期待的降息 你担心 你讨论的美国大选 这对我们的财富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产业的焦点 谁是superstar 谁是超级黑马 这些你想知道的内容 都会在魏杨老师 这个星期六下午 两点钟的线上演讲 到底买房好 还是买股票好 股房现在呢 都是双涨大涨 而且都在高档 我们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跟趋势 那如何透过正确的 选股策略跟投资心法 帮自己财富翻倍 那这些节目当中 没办法系统化 完整的分享 我们透过这一次 免费演讲 分享给大家 直接加入LINE 线上报名 atstock888 祝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我们再会 权威爆赚及上股 从用心研究 专注细节开始 执着涨幅高度 在乎效率配置 确保获利报酬 稳稳放大 下半年 新的挑战 下一档 50%以上的波段集上股 7月20日 线上讲座大公开 预约2024 下半年 风赚名额 立即加LINE atstock888 小老鼠 sdok888 立刻报名 或来电 02 2581 9090 赶紧卡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